Ryo聊四季,田園隊故心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孟家人對上打打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綠色是選擇了孟家人 孟家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大象是綜合體 他的大象不僅有抵抗額外傷害的效果 也可以抗招翔 而且點下派科技之後 還可以增加他的攻擊速度 所以孟家人很適合打大象跟象弓的路線 本身輕騎兵也是蠻不錯用的 因為有三防也有品種 如果需要集中單位的話 可以用輕騎兵來做取代 步兵路線是沒有三防的關係 所以要謹慎使用 後期的祖傳都是為大象為主 還有森鋁 森鋁他的防禦也是特別高的一個單位 近戰防禦跟遠防防禦都有三點的效果 所以對於垃圾兵在打森鋁的時候 效果並不會那麼明顯 在一些特殊情況下來說 是非常好用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達達人 達達人最大的特色是馬弓路線 馬弓路線有免費的母子環 還有安息人戰術 所以讓他在前期的成型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瘋狂劍時代直接打工兵 到了稱不倒時代變成奴兵的時候 就免費的母子環 只要補下彈道學 這個工兵基本上就可以變成最強的狀態 還有這個二子一色 那達達人的後期 是比較適合打雀靴還有馬弓 還有這個火焰駱駝 主要都是以騎兵路線為主 那步兵路線是非常慘的 他只有這個一綁 所以非常脆弱 那達達人的後期 還是比較適合打這個騎兵路線 那步兵路線不太適合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地圖 那地圖部分呢這邊是有果子 果子在後方金黃在前方 那這看起來阿達達人的地圖來說還算不錯 這嚴格上來說是三片木區 那圍架的部分可能會比較難圍一點 然後這樣子圍過來 這裡圍過來 然後我用這個城鎮東西防守 那這邊也是稍微圍一下 圍一下 這邊圍出去一點點 這樣子 會讓你的勁喔 不要圍露在外面 這樣子 然後這邊再圍過來 這裡再圍過來 就差不多了 這樣圍的話 防守成本會稍微小一點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viper的 那viper的話 地圖來說 金塊在這邊 他這樣子圍過來 然後這個城鎮聯防 那這個圍 我看是他的話 可能會這樣子圍 這樣子圍 圍過來 然後後面這裡圍死 稍微小圍一下 他應該不會圍 完全圍死 就是稍微圍一下而已 那地圖看起來 兩邊都是差不多爛的 大概都四五十分 稍微好一點 但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那我覺得viper的前期 可能會比較難受一點 果子在外面 那黃金礦呢 也是偏前面 但這跟丹音爾一樣 所以兩邊都是 五五開 並沒有誰好誰爛的這種感覺 而且都一樣是三片木屑 那這塊木屑可能不算 但後面這塊其實蠻厚的 可以吃蠻久的 還有這塊木屑 好 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好丹音爾這邊是 直接按了軍營 17P這邊就按軍營了 有可能是點完封建時代 升到封建時代之後 馬上就要來點這個棒棒了 這邊肉趕快拿 OK 這邊再採點豬肉 待會就可以直接點下棒棒了 這個軍營按得很早 想要viper的刺猴在這邊看 看他會不會產生棒棒出來 但是丹音爾看到viper在這邊 一直在看 所以他也故意不按 本來可能是想要急速 點這個棒棒燒了 但viper這邊有預防關係 所以他這邊決定 果斷不出棒棒 viper看到這個8分鐘過去 這個還是沒有棒棒出來 也沒有插旗子 這邊再回來再double check 再看一下視野 這個viper系列做得很好 double check都沒有看到 任何的棒棒出來 也沒插旗子 那也就是打刺猴跟弓兵了 這邊看到對手是打弓兵的 打這個刺猴的viper 這個槍兵 待會可以按一下 OK馬上按了槍兵 viper的反應還是相當急速 白方應該是會打弓兵 弓兵比較適合蒙俠阿倫 弓兵比較適合蒙俠阿倫 上方這邊要稍微圍死 不要讓對方有這個機會 可以進來鬧 那如果是對方打持有的情況 如果是小我的情況 還是要稍微圍死 不然讓對方落進來 還是會有點受傷 這邊槍兵直接護戳 這邊防守位成為焦點位置 這邊趕快注重防守 兩隻石頭到了後方 viper這邊反應速度非常快速 直接把後方的村民都圍好了 這邊槍兵過來打一下 圍一下 直接變成競技場 開扁 村民打長槍兵是有優勢的 直接反擊了一隻槍兵 偶尼斯帶兩邊應該都是小打小鬧 不會打得太嚴重 那就要看一下這邊有沒有 喔唷 哇速度很快啊 還有這裡面的木區 那viper的木頭穩定非常好 待會這邊旁邊採木頭的村民 直接灑滿農田就可以了 那viper這邊是打一個防守路線 並沒有想要打主攻 但是下方這邊弓兵也是有在騷擾 那大大人這邊轉出了毛兵之後 弓兵就要先撤了 這裡可能要補先毛兵 弓兵按完大會要補一下毛兵 這邊槍兵 可能要再過來支援一下 這邊石頭一點多 這邊低調繼續蓋 再補一個房子 再補一個木牆 搞定 後方石頭越來補 越來越多 五隻石頭 這邊要看一下操作嗎 應該不會回倒 這個應該不會回頭打 上這個高地就可能會回頭打 OK 上高地回頭打一下 這裡補了一個一級射 viper補了一級射 解決掉了一隻毛兵 強兵數量有點多 五隻 打打這邊可能要補一些公兵 或者是毛兵都可以 那這邊打打其實是花了太多資源 在打封建時代上 所以viper這邊是有強大的優勢 就要看一下這波兵 能不能做到更多事情 不要跟對方正面衝突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去viper家裡 再去鬧他 這邊看起來不會正面對打 好 果子吃得差不多了 剩32肉其實也不用硬吃了 但是還是把村民放回去吃一吃 OK 攻兵回家 這邊攻兵數量有點多 高打第一傷太高了 這個毛兵數量太少 打不太 viper這時候已經點下城堡 十代了十八分鐘 好 打到這時候補下一級防 待會可能會再點個品種 好 這邊準備要來塔攻了 插這個位置還不錯 直接插了這個墓區 攻兵繼續在高地防守 黃金只有兩個人在挖 黃金可能要再補下 待會出來的村民都要補黃金了 不然他這個上次毛巣帶更晚 品種也很難下 好 這邊建塔 兩邊都在... 極限控兵 好 這個建塔起起來 viper的墓區被弄 但還好後面好這一片可以踩 雖然暫時這裡不能安全的 踩木頭 但如果現在要踩這個區域 還是可以的 所以lap沒有拉到後方 好 升到城堡時代 先點下二級射跟奴兵 這裡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暗尼爾這邊想要控金 能控得住嗎 好 這邊毛病雖然有點多囉 打槍兵效果其實還不錯 好 這邊直接轉向弓 連奴兵都不升級啦 哇 先射一下這邊的村民 但是直接躲到了... 黑龍塔下方 奴兵三級還是按了下去 但是後面有城鎮中心在輸出的關係 這邊... 刺頭損失有點大量 坪中也沒有補下 公兵直接護打 刺頭要全上了 好 相公 吃了很多傷害 但這邊可能要稍微控一下 奴兵可能要送光了 OK viper這邊臨死之前 把刺頭也換光了 所以不太虧 但... 達達人這邊只要一直出... 毛兵就可以打成相公了 其實壓力也沒到那麼大 這根劍塔... 欸 不拆一下嗎 白魁不拆一下嗎 這個可能要拆一下比較好 趕快把這個相公 讓我回家裡 然後後面下個修道院 這邊3TC開農 修道院等等要補下了 來看一下修道院會補哪裡 應該會補後面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蠻適合的 相公在家裡稍微擋下 這裡補成中心 可以安全守住 目前是封建打城堡 達達現在補下了輪軸技術 這邊繼續插塔 想要騷擾到白魁的各種經濟資源 但只要這塊墓區沒有被控的話 白魁還算是安全 但是會有缺點喔 全部村民都在這裡 就會有一種把計量都放在同個籃子裡 好 我們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這邊的操作 好 相公拉達 但是毛兵數量太多 相公沒有辦法擋不住 VIPER這邊很標準的點一下 輪軸技術一級農一級木 不是不是VIPER 是達達 VIPER這邊可能要補下輪軸技術跟二級伐木比較好 這邊是雪定要來大爆挖石頭 他可能覺得自己家裡快要守不住喔 趕快轉一些城堡來防 避免對方來插城堡 然後快攻 如果他插這個位置的話就完蛋了 所以可能待會地東城堡會下這個位置喔 或是下左邊這個城堡的位置 這個位置也可以 這兩邊都蠻需要一棟城堡防守門面的 好 這邊直接插根劍塔 所以這邊入侵進來了 但這裡有弓兵助手應該還行 就是對方繼續伸插過來 丹尼爾這邊打得蠻漂亮的 雖然時代輸了 但是這邊很努力地用劍塔 持續進攻騷擾 完全不畏懼對方的弩兵 現在VIPER軍事有點輸的關係 打得有點痛苦 這裡也沒有出弩炮、工程器製造所 都還沒按下去喔 好 這裡打算不開工程器製造所了 直接開農 那VIPER看來很執意的 是要來打工兵路線 這個劍塔到處插 插得好煩 好 那打打這邊 待會以上城堡時代 要先升一下防禦劍塔的升級 會比較好 好 二級射 彈道雪 好 直接補一根大城堡 在農田區域 放的位置相當保守 那VIPER由於是挖太多石頭的關係 所以造成他現在經濟沒那麼好 所以一定要被迫出很多兵防守 然後經濟科技也沒有辦法很順利點下 好 那打打這邊可以考慮點個戰毛 OK 戰毛馬上補下 好 劍塔放棄 插後方這個位置 好 那這個有點危險喔 對方二級射 這個工兵算是極限距離 但現在被反擊回去了 左邊這個區域 VIPER要小心喔 對方已經開始入侵進來了 好 等一下二級木補下木頭 劍塔插這個位置 哇 這一波VIPER打得有點慘喔 這感覺有點被拖到經濟 喔唷 這邊打戰車 復合11啦 那我覺得戰車其實是蠻難用的 這主要是因為他還要切換的關係 這邊硬點劍塔 OK 拆掉 戰車過來 想要直接硬拆 但是後方有刺猴騎士已經補了過來 右放戰寶兵 只能選擇撤退 看到城堡 這裡劍塔繼續三叉 還沒點下防護劍塔的升級 這邊直接變成金蛋模式 砍爆 VIPER的兵種 用這個戰車兵種 操縫的都非常好 這裡可以考慮下個城堡中心 我剛剛才在講 要不要第一把木長 因為他這個臭命很明顯 不是要蓋城堡 就是蓋城堡中心喔 他這個資源量剛剛其實也可以蓋城堡 但感覺蓋城堡中心也是可以的 反正也會射箭 這邊收村 可以先射白虎的村民 殘血直接拉走就好了 沒有拉好 這邊工兵直接去射對方的單位 這邊村民可以直接拉一些喔 直接拿村民的拳套來扁 也是一個不錯的決定 但這邊決定直接用城堡中心射掉就好了 好 這邊戰毛兵過來擋一下 那戰車很怕戰毛兵喔 這個要退了 你看這個被集火一下戰車 直接就殘血掉了 這裡再補一些傷害 受掉了一些村民 這根箭塔 擋不住 右邊這個箭塔 琢斯很煩 總搞掉 這兩個箭塔 這裡再賭下口 蓋個房子 後面補下了士忌跟大學 可以調整一下經濟 達達這邊也是3TC開農 但是村民出目前差距40吋喔 VIPER村民領先這麼多 還有機會嗎 達尼爾很努力的想要追趕上經濟 但VIPER3TC 還是有斷到村的喔 這裡村民出 斷了7分鐘之久 這邊可以考慮 唉唷 這邊蓋了一個城堡 這個位置還不錯 這邊可以考慮轉個頭石車或爐炮 然後後面補生旅喔 去阻止對手的 騎士跟駱駝 那我覺得這個位置喔 補一棟城堡也是不錯的感覺 你可以鎖到黃金跟木區 那如果VIPER是要打戰車路線的話 要點的東西有點多 他現在要成行時間空窗期實在太長 哇這個老頭居然還可以這樣秀 好彈道學還沒有好 好拯救了老頭生命 好了回去 哇這個太狠 若說我話這個老頭應該是沒了 好補下了跟蹤技術 大家人的騎兵路線 開始越來越好了 那現在是比較害怕的是喔 丹尼爾帝王世代出火雲駱駝 可以把孟家人的相公喔 還有這個戰車給打爆 所以VIPER如果這邊只單純走騎兵路線的話 也是相當危險的 但是孟家人 人打的東西也不太多 不然就是要轉這個大象 但大象也是會被火焰駱駝給炸爛的 那打大人我只覺得在後期是比較有優勢的 對上孟家人來說的話 那就要來看一下喔 這個丹尼爾可不可以經濟追上 然後順便再把VIPER的經濟給搞爆 如果能搞得爆的話就有機會了 大量戰狼直接殺了過來 VIPER開始損失的村民 正面孟家戰車繼續往前壓 這個傷害打戰車太痛了 很痛耶 九隻馬弓射爆了所有的戰車 應該沒有問題 高打滴傷害增傷太高 達達人的高打滴增傷效果太好了 千萬不能讓達達人拿到高地喔 拿到高地就... 就完全打不贏了 哇這根劍塔直接騎起來 但對方也是不甘示弱 直接再補一根 這根劍塔再次插上了高地 VIPER這邊黃金雖然很多 但是經濟感覺沒有到很好 雖然村民術還是領先40寸 VIPER沒有點二級農二級木的關係 所以感覺上經濟上並不是這麼的好 那達達這邊則是有點下二級伐木 喔剛講完了就點了 OK VIPER補下二級伐木 那輪左技術更重要 這邊趕快點下輪左跟手推側喔 但現在一直被壓制的關係 所以有點難打 我覺得可以直接轉一些戰毛 不一定要一直打戰車 但VIPER的想法 可能是覺得黃金兵種至上 因為如果打戰毛兵的話 遇到騎士跟落頭 或者是對方的輕騎兵喔 還是有點難打的 好這邊反擊成功 早想掉落頭反擊回去 好但戰車遇到戰毛兵很難打 哇直接爆血 戰毛兵打戰車實在太優勢了 好這邊變成近戰模式開敲 好 那戰車應該是唯一的 近戰單位喔 會怕到戰毛兵的人 其他的近戰單位 基本上沒有人會怕戰毛 就只有戰車而已 所以我覺得戰車很難用喔 也是這個原因 好這裡補一弓城堡 這棟城堡補完的話 這三根劍塔都可以拔鎖 要讓他蓋很多村民直接硬蓋 但這裡有馬弓跟輕騎兵喔 這個硬蓋可能會損失一些村民 VIPER的村民處已經降至122村 DANIEL這邊控兵控的還不錯 這邊大量的馬弓加輕騎兵 讓VIPER的損失非常多的村民 這裡少說10村起跳 哇這個真的是把VIPER給逼幾啦 這個馬弓包圍策略加六望塔 打出了蠻多的傷害阿 這邊村民可以趕快回去工作了 後面趕快撒農田 這邊農田可能要趕快拿回來 這根劍塔也要拿起來 趕快滴掉 這個不滴掉的話 可能會被對方鑽木頭 那目前戰車總共可以有四棟城堡在出 還不錯 但經濟依舊沒有補好 雖然補下輪走技術 可以稍微補正一下經濟 但戰車現在要量產了 還是需要大量資源 而且黃金現在會有挖幹的問題 後面這塊黃金雖然可以守下 但這塊金現在已經被扣了 這個野金 右邊這塊金也是 所以VIPER待會可能會有斷鏡的問題 補了一個輕騎兵的升級 戰車直接過來硬拆 左邊這根劍塔 右側的馬弓作為撤退了 但這個時候 然後丹尼爾村民術已經是反超VIPER了 村民術VIPER現在落後石村 經濟上是非常嚴峻的 而且丹尼爾這邊邊打 邊輸出的時候 自己經濟拉到最好 別人手推車都補下了 待會再補個二級農 就沒什麼問題了 這邊先點了一個二房 戰車直接往前開 哎呀這根城堡蓋不起來 太多馬功了 VIPER這邊又再次損失大量村民 丹尼爾這邊打的確實漂亮 大量的馬功都在駐守在這個邊疆 然後一有機會就上前輸出 好 這邊點下了工兵鎧匠 加一下這個戰車的防禦力 目前是五個城鎮中心在農 所以村民術應該還是可以追得上去 但生時代的話應該還是達達人會領先 這邊應該是領先沒有問題 好補下了一個師護甲 師護甲補下之後 馬功騎兵的防禦力會加2 非常的坦 應該是加2吧 印象中 然後 二級農也補下了 但這邊單列有個問題 他沒有點品種 這個馬功血量有點少 60滴血而已 確實是加1 不是加2 近防跟遠防都加1 我想說加2好像太強了 加2應該是知物盾 這個印加2科技 這兩科技有時候會搞混他們的數值 好 戰車這邊硬砍 但是沒有打出太好的傷害 打打這邊上高地之後直接反殺戰車回去 MIPER這邊再補下第4棟城堡 這個城堡數量越來越多了 電機開始往左蓋 好 那斷金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這塊金要想辦法拿回來 這裡直接補馬就 左邊蓋城堡再度被丹尼爾抓包 MIPER蓋哪裡 丹尼爾的馬功就在哪裡 哇 丹尼爾這邊控圖意識也是相當好 每次都能抓到MIPER蓋城堡的地方 這相當不容易啊 丹尼爾這波打得很漂亮 帝王室在準備補下 1000樓1000黃金 OK 這裡補下了馬 就應該MIPER也是有看到吧 這邊有人在搞事囉 好 這棟城堡蓋起來 可以繼續挖石頭 黃金有點極限了 這樣趕快買賣一波 準備要上帝王世代了 看要不要再慢慢一下石頭跟木 OK 賣了一點木頭跟石頭 欸果然是這樣子 好 這邊極限用得很資源 點到帝王世代 待會這邊先蓋一下巨頭 開始拆喔 拆這個挖紅劍村民 還有這個劍塔 好 那趕快全部拆除 這個右邊這四根劍塔很煩 很煩 那麥粉沒辦法橫向展開喔 好 這名詞也被星星兵抓掉 那麥粉 那麥粉 這個品種還是沒補阿 唉呀 他可能忘記了 打太忙了 忙著怎麼搞對方 他確實是搞得很漂亮 已經人口200人口了 哇 那麥粉這一波 確實打得漂亮 應該 應該是可以拿下Viper Viper應該是沒什麼機會了 但是在大漆火雲骷鑊出來 Sylvie都不 這些費用 這步馬攻就是白魁 Secret 剩下Viper的村民 認為是 自動城堡看似很難拿下 這邊稍微退一下 這裡點下了重裝馬功升級 還有大陸馬品種終於補了 好感動啊 這個品種真的是早該補了 然後再點下化學 可以馬功升級升 但MIPER這邊升到帝王時代 並沒有辦法馬上補下太多的科技 現在支援量還是不夠 黃金的需求還是很吃重的 這時候補下了派科技 增加一下戰車的攻速 右邊這邊劍台是沒有辦法解決 重裝馬功已經升級好 後面點了鐵木的攻城術 來了 這就是打打最具有殺傷力的科技 加上火焰駱駝 還有這個峻尼頭司機 還會加二攻射程 那火焰駱駝現在一直狂出 就可以炸掉Viper這邊所有的配命 還有他主要的主力單位 都會完全擋不住 OK 馬功繼續秀操作 現在馬功完全升級好了 免費的拇指環 加上重裝馬功80滴血 遠防非常高 遠防5 近防也是5 近遠防都5 其實效果還不錯 因為輕騎兵向攻擊力還沒升完 現在是7加1 打一下只有3滴血 但是這個坦克效果還是不錯的 這就是為什麼孟加拉出輕騎兵 輕騎兵的最主要效果是當肉盾 馬功繼續輸出 修下操作 這裡點下了三級攻 打到高地 火焰駱駝開始出囉 打達人 火焰駝駝出關之後 Viper還有機會嗎 這坨馬功還解不掉 26隻 完了 Viper這個有坑打不贏 這看起來有點危險 能不能收光啊 現在Viper雖然有三級射 但好像打不贏 因為對方是高地 好切金戰打 斷金戰攻擊力沒升完 可能會被收光 打打高打滴太猛了 把Viper的戰車跟清兵全部收掉 打赫 然後斷金 沒黃金了 Viper 怎麼辦 這個是他最後的技能 共享金礦 現在什麼都要共享 OK 火焰駝駝駝已經開始出了 打達人的火焰駝駝能不能拯救世界呢 現在戰況對Viper依舊非常不利 這邊應該要轉戰錨的哦 但 Viper不太喜歡用垃圾兵了 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場不太喜歡 平常看他都會用垃圾兵的 我覺得Viper可能是想要練一些新戰術吧 所以這一場沒有出個戰矛兵 如果出戰矛配上輕騎兵的話 可能還有機會打回去 那這邊可能花太多黃金 戰車也沒有打出非常好的一個戰果 Biper這邊直接打出了拒絕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部分每一萬萬 史丹尼爾會贏一些 我靠全贏耶 雖然是全贏 但是都小贏一些一些 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個輪軸技術 Biper這場真是忘記點 24分鐘跟40分鐘 時間差距16分鐘 讓Biper這邊的經濟有點被拖垮了 而且這邊丹尼爾封建時代打得很漂亮 大量的箭塔直接全境封鎖 左右兩邊左右開弓 雖然是Biper的城堡時代有優勢 但他以上城堡時代並沒有直接出工程器開拆 反而是選擇挖石頭 用城堡去反斥對方的箭塔 還有用自己的承認中心 然後導致自己村民挖太多石頭 然後還有很多村民去蓋建築的關係 所以村民上雖然領先 但是經濟面表上其實並沒有領先太多 其實有點五五開的感覺 那Biper一直被壓在家裡打的關係 所以沒有機會派兵去騷擾丹尼爾家裡的經濟 所以丹尼爾這邊就直接突飛猛進的 直接升好所有的科技 連火影駱駱駝都出來了 甚至不用火影駱駝 Biper就直接打出了GG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